你看承飞要进行平衡目的比赛了 来看看承飞的这套平衡目动作 很少看承飞在平衡目上亮相 这个动作做得很好 非常稳 第一个就是一个0.3 这个动作非常难 后手帆接一个吸哨娃 这是个难度极高的动作 好的 分腿跳 马上接一个杨洁环跳 这里包含0.1的连接价值 难度价值综合难度价值0.8 韩生后后半战末 C组0.3 好的挺身前后半切后手帆转体360 成纵目分腿齐坐 这里虽然是个地加地 但是只是一个0.1 因为它是一个混合串 助跑团人前后半战末 稍微挪了一点 这个地方扣掉0.1 但这个地方完成的还是比较稳 尤其难能可怪 还是一个西少娃完成的这么好 漂亮 两个小翻接一个肢体后风翻 转体1080度 它的下法 是一个F组 其实呢 它更像是一座五彩桥 因为它把我们中国上海的观众 和世界体操运动员的心 你看成飞的这套动作完成的不错 难度很 50 没有 16.150非常高 16.150的得分 比第一个上场的俄罗斯选手